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到打雷啊 通常我們一般人都是怕 不然就躲 閃對不對 欸國安 現在竟然有 你幹嘛 把雷收集起來 科學家已經要想到利用雷 來做什麼了 對你知道嗎 因為我想到三國志裡面呢 有一個技策叫做弱雷技 每天都很厲害 每天出來弱雷技一下 一堆兵就死掉了嘛 就贏了對不對 好但是你可以看到這個弱雷 真的這個看起來很漂亮 有沒有看到 一出來這樣下來 我想國安我們看到這個 我們不是腳都軟了 我們跑都沒命了 對不對 但是這個是人工做出來的 這是人工做的 人工引雷 人工引雷 人工引雷可以引得這麼漂亮 其實很少見 你知道嗎 因為他是為了科學的一個研究 原來是因為中國大陸官方 科學家做研究 他要做科學研究 在烏雲密布的時候 我來 落個雷 引雷 看你整個那個雲層分布還有一些大氣這個分布的一個狀況 來做相關的科學研究 所以呢 大家不用擔心 雖然呢 當時廣東 這個民眾看到的時候 覺得嚇一跳 覺得到底是什麼 天神下凡 雷神索爾直接拿 錘子砍下來嗎 是啊 對他其實是 中國氣象局 刻意做 人工引雷的一個動作 不知情的看起來真的天有意象的感覺 對 但是老實說 這樣人工引雷呢 還算是安全的 因為不小心 騎車騎到一半 被雷打到 那就真的是天打雷劈了 有沒有 對對對 像這位機車騎士 你看 在雨中的這樣 直接 當我們那個瞬間實在太快了 他其實整個閃電一下子 你看 是不是很衰 很衰 超級衰 有沒有 旁邊那個 就是那個 旁邊烏雲密布的時候 中間一下子 後面那個大概嚇到腿也軟了 我看他已經重傷了 對那一定重傷 對那像這種 還好 後來送到那個 醫院去 沒死 大難不死 對必有後福 真的 還好大難不死 大難不死 對所以換句話說 現在全球氣候都很異常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東西 對 其實很多人做夢沒想到 奇怪為什麼天上一個 這樣打下來 是我前世 沒有基什麼應得 還是這輩子說太多壞事 才遭這種刑罰嗎 對但是隨著那個 全球暖化的問題越來越嚴重 你現在知道 科學家最擔心的一點 已經不是我們剛剛看到那種 弱雷或者什麼引雷 那個都小case 為什麼呢 格陵蘭的冰山 現在才是最大的問題 為什麼呢 據說今年上半年 因為太熱 總共20億噸的冰山融化了 20億噸 對你可以看到 我們從這個畫面上看起來 它整個融化的時候 是整個像山崩一樣 有沒有看到 改革 它就像山崩一樣 啪啪啪啪這樣下來 然後呢 你在 迅雷不及掩耳的狀況之下 你根本平常看這個冰山那麼大顆 結果可能你隔天起來的時候 發現冰山越來越小 然後呢整個海平面又高漲起來的時候 就會影響到附近居民的安全 你現在講的是今年發生的事情 對於整個 整個地球的生態是非常大的警訊 對 因為格陵蘭融兵我們都知道 但是20億噸已經超乎 往年我們所預估的一個數字 據說它的溫度 平均溫度 比平日 就去年的死時 高了 40% 太多了 高太多了 很多生物是沒有辦法生存的 對 像台灣今年大家也覺得奇怪 前一陣子一下子下很大雨 一下子很冷 結果現在又突然變得很熱 很多人都已經無所事從了 更何況說你現在其實在極地 理論上你應該氣候 稍微都會比較穩定的冷 但是 不好意思它現在變很熱 所以呢這個目前是 最擔心的一個問題 但是 格陵蘭的氣溫高了 請問一下其他地方不會更高嗎 會 有個地方叫印度 大家都知道去過印度都覺得 印度本來就很熱 他那個跟鐵布山金鐘灶一樣 我去過一次印度 我都快熱死了 最近 印度北方方附近的 均溫 均溫 45度 攝氏45度 對 也就是說 熱到你會覺得 每天都想垂牆壁那種感覺 有沒有 有沒有想過 根本不敢走到戶外去 如果沒有冷氣 也沒有下雨 你要怎麼活 那可能活不下去 天氣很悶 結果 坐火車就很可憐 在這個地方 就你知道 印度火車 他們最重要的一個交通工具 從北方這個地方到那個地方 那有四個人 他搭乘火車要去一個地方叫戰溪 結果去那地方的時候 結果到達目的地的時候 列車長打開門一看 這四個人全部死在車廂裡 死在車廂裡 萬利入侵 對 大家覺得很奇怪 到底是誰殺了他們 不是 熱死 被活活的熱死 那就是活活的 因為他車廂裡沒有空調 印度的火車大家人擠人很多 你好不容易有個包廂 大家應該覺得很開心 對不對 沒有進去 悶到他們直接掛點 據說車廂當時超過50度 很多人都受不了 兇悶 那可以造成器官衰竭了 對 這個終歸一句話 沒有冷氣的火車 千萬不要坐 因為實在太熱 熱到你完全沒有辦法接受 但是這個是在陸地上 其實全球暖化還造成 還有別的 為什麼呢 因為海洋有很多 優氧化 就海面上那個海藻增生 沒錯 造成什麼呢 極度低氧 極度低氧 優氧化的一個狀況之下 就造成這邊會變成死亡海域 或死亡水域 最近在墨西哥灣就造成這個狀況 你可以看到 這是空拍圖 墨西哥灣的死亡區 空拍圖會讓我們覺得說 這一塊是不尋常的 是不是 你知道這一塊是怎麼樣嗎 這塊比台灣還要大了 然後這一塊 比台灣還大 就是號稱死亡區域 死亡水域的地方 為什麼呢 這邊的含氧量幾乎是零 所以說在它底下的 魚蝦 什麼被啊 什麼生物都不能生存 因為就是一灘死水 活不了 活不了 你沒有光照進去 然後呢 整個那個水面上的污染 都特別的嚴重 所以說你可以看到 從這個分析圖上 你可以看到 它其實呢 整個水域可以說是 了無生氣 這樣的感覺 在全球暖化就算 連污染 我們都無法去阻止它 所以現在科學家相當的憂心 萬一墨西哥灣這個地方呢 它的這樣的一個 優氧化的情況 再繼續擴大的話 恐怕會造成更嚴重的 生態耗監 沒錯 今天國安這樣講 如果說 在墨西哥灣就有一個 這樣的情況的話 它如果再擴大 到了加勒比海 到了美國的海岸 那整個美洲 甚至整個全球 都會 受到生態的 浩劫 這是我們人類 必須積極 面對的 課題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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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